以上 世尊大慈 至消全父之言 唯一群念父 我们要修 我们就校养父母 拿什么校养 释迦牟尼佛你看用什么经销 唯一群念父 你想想有没有道理 却要父亲念父 父亲生到极乐世界就成父了 这是圆满的小道 究竟的小道 家家懂得教育 人人懂得教育 教育把社会治好了 教育把国家把天下治好了 你说这个东西多重要 那么教育力度 释出世间所有教育 无过于端正心念 这根本 而端正心念 那个方法 无过于念 阿弥陀佛 就瞄绝了 所以 释迦牟尼佛把这个法门 传给他的父王 这是家里最亲的一个人 无量法门 无量法门里头的第一个法了 我们读这段情况 也要有这个认知 知心一出 无私不办 那我们把心就信念在阿弥陀佛上 永远地信念 时时刻刻信念 心里都真有 口里面是次有 心里真有是真念父 口里有呢 不但自度 而且度他 做出念佛的样子 给别人看 这是化他了 去影响别人 别人看到你很好 你是好人 为什么 你是修行 六度是这样的 这是个菩萨了 菩萨天天念佛求生净土 那净土一定殊胜 要不然菩萨怎么肯这么干 久久就会影响很多人 从一两个人 到十几二十个人 然后到成千成百成万 越影响越多 那个影响越多 对自己有没有好处 那么多的念佛人 跟自己的念佛心相应 这个一定要知道 这个一定要知道 变化皆虚空皆 所有一切 所有一切现象 跟自己息息相关 我们完全能接受到 我们完全能接受到 接受到的都是念佛的信息 多好 这是为什么能够定身 父亲定是决定 一点怀疑都没有 一道往生 既能改变一切诸我 所有一切不善的习气 不善的念头 自然消除了 这方法妙 不像小臣 大臣 用种种方法来对治 所谓八万四千法门 对治八万四千烦恼 这不需要用那个 一句佛号就行了 多神事 念念是阿弥陀佛 把所有一切烦恼吸气 统统转变成阿弥陀佛 这自然消除 臣大慈悲 善心 善意 自然增长 都是从教学当中来的 这教学现象 你不教学 得不到这样殊胜的国宝 这过得了 所以祝福菩萨教学 永远是不疲不厌 你要问为什么 这里头发习充满 无比的快乐 那孔子 学二世席之不疑于悦乎 他那个喜悦 跟佛法的喜悦 差很大的距离 父自的喜悦没有出流到轮回 佛法的喜悦是变法界续空间 这个喜悦 带动整个法界的喜悦 没有一个众生不喜悦 花草树木都喜悦 山河大地都喜悦 这就是极乐世界 以上 世尊大慈 自消全父之业 唯一群念父 我们要修啊 我们叫校养父母 拿什么校养 释迦摩尼佛 你看用什么尽效 唯一劝念父 你想想 有没有道理 劝父亲念佛 父亲生到极乐世界 就成佛了 这是圆满的小道 究竟的小道 这一句话 我们可不能 大义不得看过 唯一群念父 释迦摩尼佛 对他父亲 可今种种行本 非不殊胜 八万四千法门 无量法门 不是不殊胜啊 但非繁重之所能有 我们一般人 没法子修啊 是往生净土的 成就的时候 不但不输给他们 还超过他们 唯有细心念佛发门 罪事应激 这个细心念佛 是阿弥陀经上的语言文 玄庄大师翻译的 旧摩洛舍大师 把这一句翻作 一群不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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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狗 那呢 细心念佛容颜 这个 玄庄大师翻译的本子 一群细腻 不是一群不乱 一群细腻 那我们就得想一想 玄庄大师是老老实实 找原文意思翻译 为什么 罗舍大师 要不得翻译 一群不乱 有道理 我们如果真的念到 一心细腻 灵敏宗师 佛来接引 首先佛光照你 佛光一照 就把你的功夫提升了一倍 就提升到一群不乱 所以 罗舍大师 没犯错 但是罗舍法师的意思是 是四十真相 只要我们念到一心细腻 就是功夫成品 罗舍的时候决定是 一心不乱 那他罗舍的地位呢 地位高的 到方便度就 地位低的 也是凡胜同居土 上三倍 上三品 上上品 上中品 上下品 一心不乱 度反的好啊 阿 你 头 佛 阿 你 头 佛 阿 你 头 佛 好